音樂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銀車用3C音響主機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司推車 今天來現場的是2018年的Mondell Wagon 這時候是不是要上一個這樣 哇車子的那個 等一下不就這樣嗎 一開場完2018年Mondell Wagon 然後就拍攝車子 不就這樣嗎 你要這個嗎 好啦我們很久沒有賣這個Mondell的車款了 那剛好我們的粉絲呢 照顧得很好 那來問小師 最近呢拍片拍到不知道要什麼車 弄一台很久沒有進來的車子 來試乘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整體的心得 這個家族式的車頭 它這個整個頭燈的鋪陳 就跟我們的Focus Viesta Score 都差不多這樣 已經看膩的馬丁頭了 馬丁頭剛出來的時候覺得還蠻帥的 對不對 現在看的是 你看完面關頭了沒 看啦 對你跟我一起看啦 Family 這齣戲如果少了水行俠 不會看你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嗎 它一個人撐起了整部電影 你怎麼說去啊 馬丁頭啦 好不好 可是這個18年這個已經算最先驅了 你知道嗎 馬丁頭我記得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Montel先用 後來在Fiesta用 14年的時候 Focus一直到1516才開始 身為一個福特車系的一個 中大型房車的一個規格 鍍鉻有多少加上多少 你看上氣壩下氣壩的鍍鉻 加上霧燈四框的鍍鉻 再加上大燈裡面的這個銀色的成分 整個頭都亮晶晶的 側面的窗框 全部給你滿滿的鍍鉻 手把 鍍鉻 屋頂的行李下 也是這個金屬鋁合金材質的 我最喜歡這台車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鋁圈 一根一根 這個極爪 放射式 還是什麼 放射性 輻射型 這個柯P說會 刷到硬頭 就是這種 可是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記得以前那個 B&W 也有類似這樣的鋁圈 我很喜歡這樣子的 放射狀 就整體看起來非常的平衡 我喜歡這樣的鋁圈 我很喜歡它的鋁圈 235 45 18 後照鏡上面盲點系統 鋁合金的行李架 全景的天窗 不過它這個全景有一點 Size 有點小 不是真全景 小全景而已 觸碰摸門 自動收折的後照鏡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小玻璃竟然還有出物 格勒子業者最討厭的出物鞋 你看每次拆子都會先跟你講 這個拆段不負責喔 你要拆嗎 就跟醫生要開刀一樣 你知道嗎 開了可能會死喔 要不要簽一下死亡同意書 類似這種感覺啊 要你車子自己說 好吧把它拆了 斷了人自己負責 整體的Size 車長非常的長 長度來到了4871mm 車寬1852mm 車高1506mm 車重1690公斤 軸距2米85 屁股整個都沒有鍍鉻 它唯一的鍍鉻出現在 雙出圍管 它這個雙出是真的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排氣管還是有些溫度 所以它的周圍都會脫膠掉漆 所以你看現在都變黑黑的 好不好 Monteo 這要怎麼講 Titanum Ti的意思啦 我本來想說鐵達尼 你知道嗎 Titanic 不是 鐵達尼我問你 鐵達尼出事的時候 為什麼要讓小孩跟女人先上救生艇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這樣男人才可以好好的想 要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這個多年來未解之謎 你知道為什麼了吧 一個在那裡挨一個在那裡靠 你有辦法想事情嗎 蒙蒂兒 繞賽 這是繞賽的意思 為什麼繞賽 你看喔 它這蓋起來都砸很大力 為什麼我上次拿KUGA測試一刮 有沒有 福特的車序都砸滿暗 不過那時候我記得MG也滿大力的 這個可能要去原廠丟一下 因為我剛剛已經重新設定了 你知道它這種機械式的重新設定 就是長按這個 它會嘟一聲 把高度設定好 我跟你講 18年 5年 靈感不行 跑8萬公里 MG就是這樣 為什麼很多人說 買福特上課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不太該是 這個年份就要壞掉的東西 你看我們常拍那麼多車 電動尾門的車也不在少數吧 出問題機率很少吧 所以其實 就是我為什麼中間有滿長一段時間沒有賣這個車 你就知道 我就覺得 有一點頭痛 而且再來一個 它已經都是這個進口的了 那你如果說是KUGA就算了 修起來至少 國產車 如果是Mondale 有時候你修起來又怕有零件 不知道會不會很貴 看後面喔 這車主其實顧得不錯 它的這個塑膠套都還沒有拆 來看一下它體板 它有備胎耶 它不是母胎記耶 帥耶 現在看到有備胎的車都好開心喔 行李箱很大 而且在導瓶的話更誇張 這導瓶整個人可能躺進去喔 我看 喔很平整耶 哇它有一個那個 那我怎麼躺 我想要躺一下你看 它這個應該是 可以夾在車頂這裡 有沒有 它這個拉長 然後扣起來 好躺一下 可以睡耶 對不對 蠻大的 超長的 我怎麼下去 叫它跳鈴波舞喔 幹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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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種深灰色烤漆 一種是鍍鉻的顏色 這一代18年 我記得19年之後才有跟車 所以它已經沒有跟 它只有定速系統而已 這好像是10吋左右的螢幕吧 看一下好了 8吋 8吋而已是不是 儀表板只有這個轉速 跟這個時速的刻度 是印刷的 指針的部分 就是液晶螢幕的 這個真的對比很強烈 剛看完CAMERY 這個塑膠就比較 扎熟 對 晃起來也不會這樣嚷嚷有沒有 它是有質感的 你看喔 它回彈的時候是慢的對不對 有緩衝的 對不對 然後中間呢 是它的那個 福特那個系統叫什麼 SYNC什麼 SYNC幾啊 SYNC SYNC 3D 有些車主說 顯螢幕覺得太小了 現在這個螢幕的大小 已經算前一個世代了 那空調系統啊 音響啊 都在中央介面 裡面還有設定 包括你這個藍牙可以連接 還有車輛的設定收音機 Apple CarPlay 還有氣氛燈喔 真的假的 它有氣氛燈耶 燈燈啊 我不知道啊 我選紫色的 類雙B系統耶 那空調呢 當然它除了這上面的這個 在螢幕上可以選擇以外呢 它這邊也有實體的按鈕 出風口中規中矩 中間有一個中置的高音喇叭 做成三角形 這還蠻特別的 而且置物箱還蠻大的喔 你看 還分成雙層 而且啊 上下層都有一個燈 而且你看它這還有直絨毛 你看 我比較喜歡看這些小地方 但方向盤我覺得真的超細 它這方向盤細到不像話 換檔快波是塑膠的 來這邊有個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裡面也是直滿的絨毛 而且也是一樣做雙層 這個就有認真做 這邊有兩個USB插槽 但是它後座就沒有 所以你後座要充電都要從這邊拉出來 因為發現其實它安座設計的還蠻高 而且還蠻大的 然後呢 這邊一樣做中空 這就很像MOBO 來坐一下後座 這前座178公分開車的姿勢 坐一下後座 欸不大餒 旅行車怎麼都這樣啊 車座那麼長 欸那跟Camry差不多啊 一樣一顆拳頭而已啊 哇 可是坐姿很高 我的頭髮已經插到屋頂了 它這邊要收這樣連 所以它這邊有做一個比較低的地方 我的頭剛好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座頭枕超硬 電鍋鍋 電鍋鍋 電鍋老師欸 阿大你自己要看看超硬 你看 這是 幹嘛沒有海綿的感覺啊 一個塑膠在那邊 對啊 後座頭枕超硬 中間扶手看一下 中間扶手是做平的 不要像HONDA一樣放下來直接貼在這裡 垂垂的 你看人家可以有這個耶 有個小置物盒耶 你知道為什麼要看引擎嗎 以前喔 有一件很奇葩的事情啊 我的賣車經歷過程中啊 我遇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吸氣 進氣有沒有 它現在坐來這邊倒風對不對 吸這個冷空氣嘛 撞風嘛 你知道以前的Matchel Star啊 它不是坐在這邊撞風 以前這一根是倒在保險桿這邊 就從這邊拉進來 然後倒在保險桿的側邊 我有一個客人啊 有一次下大雨 水稍微淹了一點點高度 然後他不知道該不該涉水過去 然後他就在那邊等 結果看到一台Tesale 我印象很深刻 它印象也超深刻的 他就看Tesale就過去了 然後他Matchel Star想說 Tesale都過了 我比它大台啊 輪胎再怎麼樣比它大吧 就過去啊 結果整天水有沒有 像吸管一樣 從它保險桿吸進去 引擎就掛了 那台車就爆廢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改台前面 就不會發生這種狀況了 所以今天呢 我知道要出來拍這台車啊 我就很想要看一下它的進氣管 而且這台車它的烤漆喔 你可以感覺出它有一點點厚度喔 我覺得它這個漆啊 白色的漆 有一點像水晶漆的感覺 它不是那個單純的 以前我們印象中的那個白漆喔 所以你現場實際看 你看這裡會有點珍珠的感覺 有沒有珍珠感 這邊就有 對不對 所以啊外面也有啊 外面其實它有點透亮的感覺 這個就有一點 我覺得它這個漆有點類似 馬自達的水晶漆的感覺 再來一個這個車從以前 就是一台非常安全的車子 硬派作風 什麼彭缸啊 側邊的梁柱加粗啊等等 Mondel從以前 它就一直貫徹一個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它要非常的安全 那不知道 因為這樣子非常安全 1690公斤這個重量 開起來是什麼感覺 我們上路去試看看 走 要的 喔 人叫我呢 很好吃呢 7月15號 讓我們回到17歲 創作者圓遊會見啦 來講什麼呢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看方法有細喔 握起來有點清晰的感覺都沒有 給我老婆握它都不握 因為它不會開車 怎樣 因為它不會開車啊 合理吧 它不握合理吧 哇它這套裝還沒拆耶 是嗎 Mondel 240匹馬力 240匹馬力 Eco Boost 六速 SS Secret Shifter 很輕彩耶 油門很輕盈耶 這個油門調的不錯喔 這個很明顯喔 因為我們剛剛試玩那個叫什麼 冠美麗嘛 它這個雖然油門 踩起來沒有那個 Camry很重的感覺 踏板的那個回饋感 但是呢 它又不會輕到很沒有 價值感 不會輕得很廉價感 然後它的煞車呢 踩起來我覺得比較重一點 重腳一點 讓你感覺很像 沒有那個 貝利香的感覺 啊我講貝利香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原始的煞車是很重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那個煞車有問題啊 沒有貝利香壞掉啊 你踩起來會是那種很重的狀態 不過這個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第一個 開出來它的油門踏板的反饋 我覺得是舒服 調教的不錯 它頂部調教的不錯 不會有爆衝感 非常穩 而且它隔音有夠好 我上公公司一下 上公先生 它的底盤的抑制也很好喔 這個已經是歐系車水準 還是它本來就歐系車 它進口國是哪裡啊 不知道對不對 猜一下好不好 因為Monteo在以前啊 讓我覺得比較像 偏向美國車 感覺是美國車 因為福特有很多線嘛 有德國的歐洲的線 有美國的線 有沒有亞洲線 就是沒有五中線 反正它分很多線啊 可是Monteo從以前 我們感覺就是比較 我是自己覺得比較走美國線的 他們好像那種團隊很多 你知道嗎 然後福特你也知道 大雜營嘛 它就很有錢啊 到處收購人家嘛 到處入股嘛 所以它就會變成說 我從小有時候會搞不太清楚說 它的每一款車 是哪一個線研發的 然後有的車你開起來 你就會覺得很偏向美國線 啊 美國線就像我們試的那個 Tosan那台是什麼 金牛座是不是 那個就是美國線的 很明顯吧 又大又舒服 然後避震又 又這樣 像船一樣這樣 沙發又坐得很舒服 它的那個鋼板強度啊 底盤的強度 這從以前就是 在號稱這個的 以前最早一代就是把它 掉在空中放下來 砸爛 它不知道掉幾層樓高 然後那個掉壁放開 然後就啪 掉下來 然後門還可以開 還有那個 Metro Style有沒有 叫盲人 聽它開關門就說 它是賓士那個有沒有 那個它從以前的訴求 就是安全 紮實 我跟你講這個車啊 比起那個Mario Wagon 比起Focus Wagon 比起Focus Wagon 雖然是不同等級的啦 其實Mario Wagon 算同等級 跟Mario同等級 對啊算同等級 我跟你講這個車開起來 它沒有那個貨車感 除了一個啊 底盤的操控性以外啊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隔音 你是不是覺得 從後面來的聲音 沒那麼多 對不對 隔音好就不會有貨車感 因為為什麼會有貨車感 一個我就講了嘛 後箱空間太大 然後那個整個噪音一直往前傳 那你就會覺得你要開一台瑞斯啊 還開一台Zinger啊 那種感覺 後箱空空的感覺 旅行車我都說有沒有貨車感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當你的隔音做得好 組裝扎實 沒有太多的扎音 那個貨車感就會減少 然後第二個就是開起來底盤 不會有那種 讓你覺得你後面拖著一個箱子的感覺 我記得它前面是賣花城 後面是這個多連桿 這好看 你看 一轉就動有沒有 一點點有沒有 問題車還很穩 我們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應該至少有十年 沒有賣Mondeo這款車 每次都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是這種老屁股 有時候我們思想還停留在以前嘛 就像很多人說韓國車 現在很進步一樣 雖然我已經聽很多年 我從年輕聽到老 但是一樣我過去呢 對於這個Mondeo的車系 有不好的經驗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想說 算了少賣一款車 應該是不會夭壽 所以這一款車 我就中間至少十年應該沒賣過 在之前我是有賣過的 我應該從第一代的就開始賣了 1995年左右 它燈是尖尖的 那時候我就開始有賣那個車了 第二代變成 就是從掉臂這樣放下來有沒有 砰砸在地上的那一代 那一代也有出五門旅行車 那時候叫SOHO 它叫Mondeo SOHO 很醜啦 頭燈尾燈都很醜啦 我覺得蠻怪異的 那時候的福特工程師 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那個年代的福特出來 形狀都有點怪怪的 你包含我們講那個金牛座 也差不多那個年代 就設計出來就是很詭異你知道嗎 那時候看會覺得說 哇這個可能太前衛太現代了對不對 可是一直到現在再回想還是醜 所以它就是醜 它不是什麼前衛 因為走到現在 我們已經到了未來再往前想 還是覺得怪怪的 真的啦 那個SOHO五門也是很賣的啦 那後來下一代就Matchel Star Matchel Star我記得是2001年到2006年左右 那之後Matchel這條線就斷掉了 台灣就斷掉了 好2012、2013那時候才又回來 開始Matchel 然後再來就馬丁頭了 所以Matchel這個車款啊 其實中間在台灣有斷一段時間 那時候很屌啊 那時候不要說Matchel啦 福特最會搞這個 我記得Matchel Star跟前一代 第二代跟第三代 那時候還有出那個RS版吧 然後那個車很醜喔 二代那個我覺得很醜 胖胖圓圓圓的 然後頭燈也醜 尾燈也醜 然後裡面給你裝兩張Rycaro賽車椅 哈哈哈哈 天窗 還有裝一個大包 那時候Matchel RS 還有大包喔 到現在我回想 我還是覺得不好看 而且啊 它那個Rycaro是皮的喔 我印象很深 它邊邊的那個顏色是有一點灰 灰綠色的那種皮 那時候那兩張Rycaro也是滿搶手的喔 很多人會 因為那車很快就都報廢了 然後報廢場就很多人在殺那個RS的椅子 要裝在自己車上 因為它那個是皮椅的 那時候Rycaro都是用賽車布那種熔布椅的 然後它的原裝的Rycaro是皮椅的 然後之後呢 在下一代的Matchel Star還是有RS版本 而且我記得那一代的Matchel Star就有2500cc了 那2.5那時候就賣得很差了 因為碎質的問題嘛 剛好超過2400cc 我跟你講2500cc的車在台灣能存活還賣得出去 只剩Toyota了 你看那個S-Trayo有沒有 如果2500也是掛 大家都買2000而已啊 所以你看後來S-Trayo就不出2500 就出2000 或是2400 沒有那個Nissan沒有2400的引擎 Nissan有2400的引擎 Nissan有2400的引擎裝在Tierna上面 它休旅車沒用 反正2500的我覺得在台灣賣的時候 還有一台BMW 那時候323、325 在台灣有2500的 我覺得在台灣最賣得動的兩台 剛好超過2400cc的車子就是BMW跟Toyota 其他的2500都要掛 要不然就折價要很高 你二手車折價超高 那至於跟觀眾朋友分享 為什麼我中間都不賣Matchel 因為我每一代、二代、三代這樣賣起來 賣到Matchel Star 那2013年那時候才Matchel 柴油Matchel 那時候正在很多韭菜們不知道會去買柴油Matchel 那時候 那時候我有賣過一兩台 我覺得小毛病好多 舊款更不要說 E3柴芒那時候我也覺得 就是 好不好 同學們上課了 反正我覺得 一樓一樓 很多問題 我就覺得算了 不是因為是這樣 Matchel的零件比起Focus來講更貴 那有人就像我們那個 之前不是說那個Cienta漏水那個嗎 那就很多留言 Toyota漏個水而已 你們就在那邊開開叫 對不對 福特什麼吃個水 還是水塞怎麼樣 還是漏油什麼 你們就覺得還好 就有人回 說福特就正常 能量釋放啊 網友就這樣回啊 網友回的喔 我講話應該OK吧 我是轉述網友回的 所以比起來 如果有一些細碎的小問題 在Mondeo上面 你就會覺得要花比較多錢 欸它這有S啊 S是手自排是不是 欸它這旁邊也沒有可以換檔的啊 撥片 喔用撥片而已喔 欸我試一下好不好 三檔 哇好輕盈喔 它煞車很線性欸 好我剛剛忽然紅燈這樣 我踩的腳 控制也不錯啦 但是它煞車算是線性 不會有讓你那種 頓挫不舒服的感覺 0到180秒鐘 快換檔快 水喔 來我們推個二檔 過個彎 欸不錯欸 啊為什麼沒有渦輪池制啊 油門順欸 油門順欸 收油再加速 欸 哇操 它車那麼長欸 這個底盤 跟它的行車質感我非常喜歡喔 在這開到目前 以這個駕駛感受來說 好 除了這個方向盤太細 還有一個 我覺得它 椅子啊 雖然很軟 但是支撐性我覺得很普通 但它的椅子 坐起來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好剛試完 Camry 椅子坐起來 比Camry舒服非常多 再來一個 行路的質感 整個加速呢 我不太感受得到渦輪池制 或者是這個變速箱的頓挫 完全沒有 然後底盤呢 過彎的這個穩定性非常好 它甚至會讓我懷疑說 我只是在開一台Focus而已 稍微比Focus軸距長一點的車子 應該要這樣說 然後呢 無論是在過坑洞的一個反應 跟過彎的支撐性 我都覺得上層的表現 油門的反應 變速箱的反應 乘坐的感受 底盤的反應 我會給它分數很高欸 老闆 可是真的蠻舒服的 我開也很舒服啊 它開起來就是一台 非常的愉快的車子啊 A柱喔 角度 剛好跟我的座位 稍微有點擋到 視角 它這邊底座稍粗 所以可能有時候要閃一下 我是這樣講 我剛剛雖然講說 我中間沒賣 是因為我覺得 我之前賣過的Mondeo Masho Star 還有那個柴油Mondeo那個年代 我覺得遇到一些問題 覺得很煩 那通常 我跟你講 不要說只有Mondeo 福特的車我從以前到現在遇到最多問題 就是散熱還有水的問題 很奇怪 最近這個新車也是很多新車都跟水扯上關係喔 不是車子有漏水的 就是引擎會少水的 散熱系統 那時候福特車系 從我小時候一直到現在 你不覺得很好玩嗎 小時候我們就是遇到少水啊 然後引擎 鐵熱 鐵熱熱我也遇到好多沖掉的 都是因為水 然後Mondeo 少水 吃水 一直到現在還有水塞 有沒有 KUGA Focus 不是 就把水用好嘛 你做一台車做幾百年了耶 難道你要把水的問題解決 不要少水 不要吃水 不要抓溫度 對你們而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嘛 我只是覺得很懷疑 我的以前是二十年前耶 那已經二十年了 水這件事情還沒有辦法解決 我覺得還會出問題 你不覺得蠻有趣的嗎 反正我就覺得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就是一台這麼棒的東西 開也好開 做也好做什麼 你就把水弄好 這個Sony的音響有沒有 以前Mondeo高規的車 才會有Sony的音響 我印象最深刻 0506那時候的Focus有沒有 ST配的是Sony音響 所以有很多Focus的車款 或是比較低階的福特車款 都會去殺Mondeo的音響 裝在它車上 Focus也會去殺這個ST的Sony音響 來裝在自己的Focus上面 油耗喔 市區是什麼 8公里 平均11公里 高速15公里 打個折 應該在7、8公里吧 不要想太多 很多觀眾朋友 看小獅拍影片 會覺得說 小獅我拍哪部片 就在黑哪一台車 可是我覺得觀眾朋友 你要當一個聰明的觀眾 你要能夠聽出當中的差異性 我們的評論其實是非常的真實 我們那個21年的Camery 觀眾朋友你們可以去看 下面還是有留言喔 我記得有不只一位車主出來說 小獅的試車的感受非常準確 我是車主 不只一個喔 可是其實我們的很多部片子 底下的留言 都會遇到車主的留言 當然也會有一些車主會出來分享 我們的影片我最喜歡這樣 不管好或不好 車主你可以自己出來分享說 你感覺你自己用起來 跟小獅感受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你都很歡迎留言 我不會是三留言的 除非你人生攻擊 不然我不可能三留言 基本上我覺得 討論區就是一個讓大家分享 你是車主也好 甚至有些人說 我這個朋友的二叔公的三舅媽的弟弟也開這個車 他跟我說怎麼樣 也有這樣的留言 媽的 不知道聽到那麼遠去 類似這種感覺 你也可以分享嘛 可是如果你只聽到我說的假奶 跳蛋 對不對 你就高潮了 那我也沒有辦法啊 有些甚至只看了標題啊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 用我們最真切的感受 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台車 那當然我希望說金油小師的推車的介紹 我一定會把優點跟缺點都講出來 例如說 我一直在講說這個車問題很多 水路的問題啊 以前很容易抓溫度啊 什麼有的沒的 甚至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不賣這個車 但這個車不是好車嗎 它很好開啊 空間也很棒啊 隔音又好 重點是安全性又高 四個門裡面都是用棚鋼做的 防撞鋼梁 全車都是用雷射點 所以整個扎實度非常的好 安全性非常 EUROM CAP 五顆星 不能再高了 有嗎 有六顆星嗎 沒有嗎 欸我覺得它會不會就是 太容易五顆 太龍筒了 對 我覺得它應該弄個十顆之類的 對不對 五顆也要有分5.1到5.9的啊 對不對 我覺得它應該要把這個再放大一點 對啊 台灣不是現在有那個撞擊測試了 那檔檯嗎 五顆 好像兩台三台都五顆 好啦不管了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可以分得細一點 再來這個車是很安全的 那再來第二個我覺得當然 Monteo自古以來 它的第二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便宜 折價高 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8年的我們跑85,000公里 那現在市場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收啦 我自己收購價格 我那時候是抓65到70萬之間 那我們店裡現在在販售 我記得是79萬8吧 那給大家參考 新車是135萬 五年的時間 直接對半 直接對半 不是 對半是這樣啊 你如果是50萬的對半 60萬的對半 還好 沒什麼感覺 對不對 135的對半 感覺就出來了 差六、七十萬 再存一點 房子頭款有人 對吧 我當初買 達官 我那個 自備款才80萬 所以它一直 Monteo一直以來 第二大的優 除了它配備好以外 除了它安全性高以外 它最大的優勢就是 它折價真的非常的高 但是取而代之的 就是我說的 我那個時代 這一代我真的不曉得 這一代我真的太久沒賣 我也不敢講 那有這一代的車主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你開這幾年來開這個車的心得 到底小毛病多不多 我以前就很懷疑一件事 我為什麼說Monteo比較偏美國線 你知道嗎 就是它前面會有這個四窗 你看那個Airbag跟安全帶的小四窗 美國車以前都很喜歡有這種小四窗 美國的別客 它有時候會設計在這個屋頂上面 那個安全帶有沒有扣 安全氣囊有沒有正常作動等等 有這個小四窗的 我都覺得比較像美國車 日本人比較不會設計那個東西 還有一些什麼車有 蘇巴路好像也有 蘇巴路有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 老四推車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拜拜 好 好 好 欸它的那個霧霧的 對比不夠 是說這個螢幕有幾台車清楚 有人就會說連螢幕都要尿 是要多清楚 看得到就好了 你知道你看過幾台清楚 高解析 4K 4K倒車螢幕 4K120幀倒車螢幕 哎呀 直接投影出來可以放到跟電影一樣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